第七集 弟兄 姐妹 大家好 我们又来到每日与主持同行的第七集 今次我们去看耶稣的医治 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 十八到十九和二十三到二十五节 为什么中间会隔一隔呢 就是刚才大家都知道 耶稣医好患血流的妇人在中间发生的 现在说到耶稣继续开始祂医治的行程 今集的题目就叫《狠求的心》 大家都知道耶稣医这个病人 是一个管会堂的艾佬 他的女儿不幸死了 所以祂很伤心、很难过 祂来到耶稣的面前 祂将所有的希望都投放在耶稣的身上 祂来到耶稣面前的姿势是什么呢? 祂马上下拜,祂跪拜耶稣 祂很逼切地恳求耶稣 告诉耶稣听,我的女儿死了 求祢按手在祂的身上 因为祂相信只要耶稣肯按手在祂的女儿身上 祂的女儿是有救的 祂的女儿就可以从死里复活过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古会堂艾佬 真的来到耶稣面前那种很狠切、逼切的态度 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好了,我们回来看看艾佬是负责管会堂的 首先我们要认识原来会堂 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当中是一个宗教的中心 他们用一个会堂的形式去凝聚大家 继续来到持守 有他们的宗教的敬拜 有他们的教导工作 有他们社交的目的 所以这个会堂是很重要的 这里说到管会堂的艾佬 管会堂的意思是 他在当时的地位是崇高的 是一个很敬虔的犹太人 所以他就能够有资格去主持 这个会堂里面的崇拜的秩序 是由他去负责的 所以他就叫做管会堂了 这个艾佬的女儿不幸就死了 很年轻,只有十二岁 我也不知道因什么原因死了 但是当耶稣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听到他的呼求的时候 耶稣没有说任何话 就立刻起程前往艾佬的家 中途发生的事上一集已经说了 好了,当我去到艾佬的家的时候 就发现原来很吵吵 很圈阳 为什么呢? 因为艾佬家的人已经请了一群 吹笛、守 和培哭的人来到现场 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风俗 就是有人离开世界的时候 就会有人请一些吹笛 吹守、奏笛的人 和一些陪哭的人表示他们举行喪礼的时候 是非常哀动、非常哀号的 这种风俗当时就出现在耶稣的眼前 耶稣就把这些人 叫他们离开现场了 他告诉他们这个女儿不是死了 而是碎了 那群人一听就愧笑耶稣 觉得耶稣不知是说一些愧人梦话的说话 但耶稣不理他们 接着耶稣就进到房间 就看到这个艾佬的女儿 他用手拉起艾佬的女儿 结果这个女儿就复活过来了 从死里面再次复生 如果我们看回四福音 记载耶稣行神迹 令死人复活的 他只有三次记载 一次就是这次艾佬女儿的复生 第二次就是拿恩成寡妇的儿子的复活 第三位就是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过来 所以耶稣行神迹 叫人从死里面复活 是总共有三次的 那么这次这个女儿得到复活 得到被医治 是因为她的爸爸 表现出那种狠求的心 是非常的逼切 她向耶稣下拜 向耶稣呼求呼叫 各位弟兄姐妹们 她这种的行动是表现什么呢 表现出她一种谦卑的心 她是一个狠切的心 还有一个是一个很逼切的呼求的心 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相比起当时的地位 因为艾佬的地位比耶稣高了很多 为什么呢?因为她是管会堂的角色 她是犹太人公认一个有地位有敬虔的人 她可以主持会堂里面的活动 相反耶稣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一个人 没有什么知名度 但是竟然艾佬是苦福下拜在耶稣的面前 可见她那种的谦卑诚恳 那么迫切的态度这三种的表现 三种的心态的确能够感动到主耶稣的内心 所以我们发觉到只要我们向上帝 有一种恳求的心 就好像艾佬所展示的三种态度 我相信上帝会愿意听我们的祈祷 甚至施行神迹歧视 大家都认识今年在港九培灵大会 做晚堂的信息主讲的国民慈牧师 大家都听到他的信息 说他很少有一个经历 那么多人那么踊跃为他的家庭祈祷 就是因为郭牧师的孙在泰国患了癌病 要接受这个疗情 所以很多人都很逼切为郭牧师 要讲道的信息 又更加逼切 狠切为他的孙得到医治去祈祷 但是我们看到当弟兄姊妹 大家都很同心合意 很狠切 来向上帝呼求 狠求的时候 上帝是很乐意随听我们的祷告 所以他的孙已经是传语过来 我们为他们的家庭来感恩